哎 佑婷 诶 佑婷今天穿得比较像半工女性 没有 我今天配合你的颜色 你说是不是 对 ち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那就情侣装 全地方是 而且她自己的上身和下身搭配的都很好 是吧 是吧 你看下面的裙子的碎点的花里 有她上衣的颜色 你们充分利用香港的这个studio 可以穿蓝色 没错 在别的地方不能穿蓝色 所以每次都出蓝 出蓝 出蓝 但是你不要小看佑婷 我觉得佑婷选择什么衣服啊 她都是看着话题 今天要美 今天讲的还不是一般的美 而是那种有点职业感的女性 今天她听说要讲卢美美 所以她就穿成卢美美 该穿的样子 人家穿的可能比我高档多了 她的爸爸是这么有钱的靠山 知道了 知道卢美美是何许人也了吗 知道 24岁的厉害女孩 掌管了好几亿的希望工程的金款 是希望工程吗 希望小学工程的这个 中非希望 中非希望 在中国做个主持人是很麻烦的 因为中国呀 名目繁多 类似 你比如说光这脊梁 这你就分不清 是共和国脊梁 还是中华脊梁 中国脊梁 有好几个脊梁 对 比如评讲 你做一个播音员 有时候你很容易 我就知道央视有个原来的主持 那个是什么脊梁 后来还出事了 后来就引起各部门调查 你知道吗 你包括这些原来说的 几阳不是随便可以做的 郭美美的那个红诗字会的这个事 你一下你就发现这个名目之繁多 红会多得不得了 对啊 对 名目繁多 所以说这个你也非常怕说错 你说希望工程吗 我一看他是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 就是这个卢星宇啊 这个人叫卢星宇 咱们可以看看他的那个微博上发出来的这个图片 感觉也是胸怀紫禁城啊 卢星宇啊 他是1987年的生人 微博认证信息为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 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 微博中他与众多政要名人交往密切 是 哎 对 那又什么惹着你们呢 为什么又又 没惹着我惹着他们了 他们吵起来 不是 这个事啊 一出就是一堆事 说 一坨 就是说啊 这个这个中非你看哈 团中央主管的清机会向本报发函说 中非希望工程的捐款尤其管理 然后呢 卢星宇看来是个富二代 是 当然他也倡议 说咱们富二代要当人二代 不是说咱们不是人 人 人意 人者爱人的那个人 要当人爱的二代 所以他很委屈 哎 又婷 你觉得 为什么叫他卢美美 我看了看啊 表面上看 他跟郭妹妹可不是一回事啊 是 但我觉得他们 当然他们两个整个的情况 我觉得是不同的 但他们呢 有些共同点 第一他们两个都很年轻 都是漂亮女孩 然后呢 但是他们呢 都可以这个 你觉得真的觉得漂亮啊 他们的富有呢 我跟你说 女的说女的漂亮 这话你就甭交 我这辈子 这半生 我是真的觉得 人家是漂亮女生 然后呢 又年轻 那是他们呢 现在所拥有的财富 却不等同于他们的年龄 却不等同于他们的年龄 这是人家那个郭妹妹是干爹嘛 人家是亲爹呢 这个是更靠谱的 就是这个钱 肯定是家里面啊 或者是这个 有组织起来 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要说的是 所有的人会批评这件事 完全就是因为 羡慕 嫉妒 恨 羡慕呢 我想 大家现在又很高的道德 去评判他们说 到底可不可以做这些慈善 我想如果哪天 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或是我们的爸爸 妈妈就是这样的人 大家是不是会做这件事 你24岁 会不会接这个活动 我想所有的人 网民应该也会说 我其实也是会做这件事 大家只是觉得 我没有这个机会 以及为什么 在中国 没有给予一般的人 有到达这个地位的机会 你看台湾美眉 是不是看法 简单 那个羡慕嫉妒恨 是有不同对象的 对年轻 美貌 是羡慕 对他有钱 是嫉妒 对 对他恨 我做不到 不是做不到 是背后可能有猫腻 也有可能猫腻 可能跟公权力 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对 这个才是恨 还有就是我的机会不均等 就是他生来就有这道好命 而我靠我自己努力 我也达不到他的好命 不仅靠我自己的努力达不到 而是如果说这些事情 假定说是有公权力 牵涉在里面 那他等于是剥夺了我的幸福 没错 来取得他 不是有人说过吗 那个爱马斯包吗 那是深圳很多民工 几十块 几十块 省下来 凑成里边的一小块皮 一小块皮 这样的包随备得起 我跟你说 这个 所以 又婷你会这么说呀 我完全能理解 就是他 你也是个台湾美女 你知道吗 台湾美女呢 你就相信那些生灵的东西 就是 你知道吗 那么所以 我这也是我一开始的一个认为 我看表面上的资料 我说 这不是一好孩子吗 他不是做善事吗 他是家里有钱 那不是他的错啊 对吧 你看 所以我就会像又婷一样推倒 那么你们骂他是羡慕嫉妒恨 但是我跟你说 所以是台湾美女的眼光 作为我们大陆人呢 再想深一层 又变得 能理解那些骂他的人了 好 魏建德 就是羡慕嫉妒恨了 因为呢 声称的这些东西 微博上介绍的 所有的声明 所以前一阵 咱们不是有一次做节目 我说 让我们去核查 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份声明吗 对吗 好 这个声明 你看我椅子马上就矮了半斤 声明 声明当中 大家发现了很多蛛丝马迹 这些蛛丝马迹呢 你知道吧 也不能说 说实在的 公安局也没出来 也没说明一定有问题 但是以我们的生活经验 我们已经觉得有点什么问号 比方说 说这个 他的爸爸 是叫卢俊卿 是 这个人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跟你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没准我见过这个卢兴宇 即便我没见过他 我确实见过他的爸爸 卢俊卿 因为我都说了 我们主持人 有一种谋生的方式 就是走学 我们有时候会去主持一些活动 对吧 对 那么其中我主持过 应该有他父亲参加的一次活动 我是完全记不清了 有可能就是这个华商会的活动 但是他爸爸的风采 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他爸爸现在未见得是政府干部 他爸爸至少当年做过政府干部 你知道啊 就是他爸爸走出来 当时我就一看啊 我没有诋毁人家爸爸啊 我甚至可能是夸他 他爸爸有这个 我党高级干部的风采 你知道咱们平常看那些革命电影 看的多了 就塑造的这种啊 高级干部的这种讲话的这种语气 气度 唐国强的风采 这种这种风范 我当时还说 我说这个卢总 我说你这很帅呀 穿着中山装 出了一讲话 确实有高级干部的这个风采 但是不是 不知道啊 这是题外话 我就说啊 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说这个华商会的会员 向所谓希望工程走进非洲项目的定项捐赠三千多万元 已经建设了二十所非洲希望小学 那么他们说按照这个法规规定啊 就是说收取10%的项目管理费 这就是卢美美被叫成美美的由来 大家会说可能 又挺你说的话 可能很多很多人不满意 说你说我羡慕激怒 我怎么羡慕激怒恨呢 我主持正义呢 对吧 他这里头有没有猫腻呢 他要有猫腻 我这个就是什么呢 我这个就是路见不平 是吧 要去揭发他的真面目 因为我自己都会有地区 我这个人就会心里很大 我这种络合的